經過十年的努力 在政府與民間的通力合作之下 台灣芭樂終於成功進口美國了 趕在農曆年前 今天在洛杉磯這裡舉行開櫃儀式 來自美國政府農業部 還有美國國會議員的代表 都來出席今天的開櫃儀式 打開貨櫃的那一剎那 飄出陣陣的水果香氣 大家都不禁驚呼 啊 這就是台灣味 趕在農曆春節前 第一批載滿台灣芭樂的貨櫃 終於抵達洛杉磯 開櫃儀式上 駐洛杉磯台北經文處 特別邀請了包括 華裔聯邦國會議員趙美馨等 多位貴賓一同慶賀 紀念這歷史性的一刻 2018年 我們有約95億元的 美貨和台灣 在美貨和服務上 有很多種類似的 最新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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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很新的 最新的一種 你知不知道 我一年來在學校 我一年來在台灣 你知不知道 我最記得 最新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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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開櫃十分鐘 台下可是十年功 駐美代表處指出 台灣能成為第一個 外銷巴勒到美國的亞洲國家 除了必須依照美方檢疫規定 並經過涉事一度以下 十七天冷藏 確保沒有夾帶果蠅外 長時間的溝通協調 更是漫長的談判過程 怎麼樣去除蟲 怎麼樣去適用正確的農藥 都有非常嚴謹的 過程的一個控管 然後另外 在美國的這些業者 也是這樣子不斷的扣關 不斷的溝通協調 才能夠促成 這批水果的到來 後天就是小過年大過年 可以吃到我們家鄉的味道 我們想每個人是最興奮的 這一批十三公噸的巴勒 業者表示 各大通路早已預定一空 超市上架 售價為每磅4.99美元 光是西岸就已經功不應求 美國東岸要吃到台灣巴勒 還要再等下一批